所以你剛剛說什麼啊 電磁波 電磁波就是什麼 電磁波就是一種波 電磁波就是光波的一個 光波是電磁波的一個應該這樣講 光波是電磁波 電磁波 電磁波 我們早期會以為光波是一種比較特別的波 後來發現其實光波跟電磁波就是很濃波 只是它的頻率不一樣 它頻率不一樣 人 又聲音 又講到現在震動 空氣 我震動的頻率如果是在20到2萬天的話 你聽得見 對不對 超過2萬 我手把震動超過2萬 你聽得見嗎 你可能聽不見 因為那些超音波 超音波可能狗聽得見 可能貓聽得見 可能蝦蝦聽得見 但是我們不能聽得見 那還是一種音波啊 對不對 20到2萬 蝦蝦之間 蝦蝦是什麼 記不記得 蝦蝦是什麼 蝦蝦是這種RCC8 快睡著了 天哪 一秒 轉動幾下 一秒轉動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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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蝦蝦是單位 是體驗單位 我們人的耳朵聽的鍵是20到2萬 就是一秒鐘220次或一秒鐘2萬次我們聽了鍵 像我的話耳朵瘦熟 可能一萬八千次左右一萬七千次左右 再高一通鍵 再老一點你就聽不到這個 什麼 老一點了 對對對老一點 那你如果2萬5千次 他還在震動啊 這個震動可能差很多 這個到更高一點 一秒鐘震動4萬次怎麼可能 一秒鐘可以震動到4萬次 有沒有可能不知道 我沒有震動過所以不知道 對你沒有震動過但是可不可能 我不是說你可不可能 就是說我們可不可能知道一種東西 它可以發出的震動頻率是每秒鐘高達1秒鐘4萬次 應該大概也可以吧 有可能對不對 可是我們人人聽不見 可是它就是這種聲音啊 這是聲音的聲波 對不對這是這種聲波 網路 網路怎麼樣 網路有失望嗎 但是網路是另外一種波 它叫做電磁波 除了聲波之外 我們現在路程比較常會用到 就像電單它發出的電磁波 譬如說這樣 電視它接收那個無線電的訊號過來 無線電是電磁波 譬如說一根電線 我的髮 你還可以騙人啊 可以你剛剛就按照睡眠 我可以按照睡眠去 譬如說現在可能是 這個一根電線都有電通過去的時候 旁邊也會產生電磁波 譬如我們家 我們家如果蓋在 我們家如果買在所謂的電電塔 電電站旁邊的時候 我們可能擔心電磁波的侵擾 對不對電磁波太強了 這就是電磁波 電磁波的頻率喔 電磁波從很低的頻率到很高的頻率 很高的頻率能到 X射線 哇好猛喔 X射線是什麼 聽起來很酷 但是不知道是什麼 X射線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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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聽過X光 我知道那可以抓到人家體內可以透視 對對對 可以偷看一下那個 衣服 可以偷看你的骨頭 不會偷看你的衣服好不好 X光它就會透過你身體 因為它很強 那X光是在射線 它的頻率很高 它頻率非常非常高 頻率非常高 假如我們剛才是講說波數 記不記得波數 波數 波長 它可以照波長 可以 三個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記不記得 波數就是 三個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波數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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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波 欸 一秒 波可以跑多遠 對沒有錯 那波長呢 波長就是 一個波的長度 那頻率呢 頻率就是 每秒幾下 每秒幾下 好 假設一個波 一秒鐘有10下 每一次的波 可以產生 三公分的長度 那一秒鐘 它可以跑多遠 30 30 對 波數等於什麼 等於什麼 波數 波長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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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想剛剛的 在我們波數是固定的情況之下 譬如講 這些波都叫電磁波 電磁波的頻率的速度 電磁波的速度 是3乘10的8次方 哇 好猛喔 好快 就光速 波數是固定的 好了 那問題 頻率這麼高 它的波長是 越長還是越小 越小 越小 對不對 所以這邊的波長是小的 波長有多小 小的話它可以穿過你的細胞 小的話它可以穿過你的皮膚 有 它可以穿過 所以我代表說 所以我代表說 所以說它是用聲音來講 兩根公司講 所以說它是用聲音來看你體內 不是聲音 這是電磁波 這不是聲音 電磁波是電磁波 正動 這是電磁波 它就是一種波 波 波 我們所講的 早期我們一直在講的 波 好像是一種振動 沒有聲波是振動出來的 對不對 它振動這個 振動這個叫做 空氣 空氣振動振動 振動很惡魔 所以就像聲音 可是功夫有沒有振動 沒有 沒有 功夫叫振動 不需要戒指 對它不需要戒指 它就是可以直接穿透空間 那那種波水已經想 你夠搶的 電磁波可以穿透空間 這樣後面就可以走走盤開都可以 沒有 你知道一個人叫熱像影嗎 電影有拍過啊 它不是說 我們現在想知道這個搶後面 第一人躲在哪裡 或是這個歹夫躲在哪裡 可是歹夫這個 這個是 搶劫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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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搶劫的音 它躲在搶的後面 它躲在搶的後面 它其實很仁慈 像我好看啊 我要看 那它用這個 它用這個熱像影 它就可以看 牆後面這些人躲在哪裡 就一直人子 走在牆角 一個人走來走去 走來走去 你會覺得哪個歹夫 哪個都是 哪有啊 你明明是那個 修行的那個 人是你走來走去 所以下次 歹夫會走在牆角 命令人子犯 走來走去 這有可能 這有可能 今天來講 人子被蝦子 蹲在長角 歹夫會很緊張 自常壓制進去 它就會被打死 它都很緊張 這時候你用熱像影 看的時候 就可以猜 誰是人子 誰是歹夫 然後這時候呢 你可以要 要舉起手 站在你可能看到歹夫的地方 準備上去 它 你用熱像影 就可以看到後面 熱像影只看到後面 你會看到嗎 因為熱像影 熱也是一種粉色 熱也是一種電視波 這種電視波 有可能會穿上牆壁 所以你會看到電視波 雖然眼睛看不見 眼睛呢 眼睛呢 眼睛可以看到它不是可見光 所以用戲可以看見喔 可以可以可以 可見光 可見光呢 可見光呢 它的頻率比較低一點 它頻率比較低 所以它波長比較 波長比較 長一點 波長比較長 那這時候是眼睛 當然可以反應 可以反應到 可見光的電視波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光 打到身上的衣服顏色 這顏色調換成可定光的電視波之後 它反射出來 打到眼睛 眼睛就看到這個顏色了 會有顏色不是因為 它會把其他顏色都吸收紙反彈器 所以才會有 我們先不討論這個 顏色的不一樣 顏色的不一樣 它的頻率也不一樣 顏色 每一個顏色 每一個顏色它所放出來 絕對是不一樣 所以你的腦袋裡面 你的眼睛的視覺神經 視覺神經 這個神經是用來感應 頻率是多少的電視波 這個細胞就是感應 多少頻率的電視波 然後呢 你就根據你不同的細胞 所感應到這個電視波的 大小強度 就感覺上 我現在光什麼顏色 是用這種方式來 感覺你的電視波 我現在光什麼顏色 那如果在我們這邊怎麼呢 分什麼波 根本的不可見光 你們那邊看根本 不可見光 很多都是不可見光 你看到 在20以前的 要吃音波對不對 因為它很低的音碼 吃音波 聽得見嗎 聽不見 我聽到到底聲音 我是20以下的聲音聲波 我們聽不見 好 兩塊以上的 我們聽得見嗎 所以這些都是聲波 但是我們聽不見的 同樣的 有一個區域 叫做可見光 這一邊呢 波長比較長 紅光 波長比較短的是 紫光 所以你看到的 剛好是彩色的 所以呢 外面的 看不見這一塊叫什麼 紫外線 叫紫外線 所以紫外線比較強 還是 紅光比較強 紫外線 能力 這邊比較強 看這邊就必須要看見S光對不對 S光能量對強啊 紅光一邊 寫台就紅光比較強 紅光不可能比較強 那紅光的這邊叫什麼線 紅外線 紅外線 所以紅外線 所以紅外線你看得見嗎 看得見 就看不見了 它在可見光的兩側 在你聽得見的聲音 在兩側你聽得見嗎 你確定不能像是不行一樣變條嗎 可見光的兩側 你聽不見 聽不見的 就看不見 所以這邊是紫外線 這邊是紅外線 所以我們看到紅外線 有時候可能看到 一個紅色的雷射打擊 那叫雷射光 那是紅外線雷射 不對的 不是紅外線雷射 因為紅外線你是看不見的 那只要 我問你有沒有紅外線雷射 紅外線雷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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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外線雷射用在哪裡 切割嗎 不是 紅外線雷射用在哪裡 手術 手術 手術有可能用紅外線雷射 但是不太會用紅外線雷射 因為你手術的時候 你看不見光也會不太方便 應該有辦法可以看得到 應該有辦法可以看得到 對有辦法看得到 它有一種 同樣的這個跟熱箱一樣 我剛剛講說 我們想看牆後面的東西 它是什麼色 實際上紅外線的東西 它那是什麼色 所以我用紅外線雷射 打出去的時候 敵人如果沒有戴特殊眼鏡的時候 他看不見那個光 可是我用紅外線雷射瞄準小微 然後戴那個眼鏡 我就看那個光 白點了 我就看那個白點在頭上 在身體上 可是小微看不見 可是我現在如果用紅光雷射 我瞄準小微 小微去看到黃光了 對小微可能 我身上為什麼紅點 它可以開始跑 它可以開始跑 可是我就用紅外線雷射 小微看到這個點 可是我戴了特殊眼鏡的時候 我就看到那個點 可以戴夜視鏡頭 類似夜視鏡頭 類似夜視鏡頭 小微快去買新的裝備 OK 所以這個是 非可見光的部分 然後這是紅外線 那在這邊我要強調 這些都是電磁鍋 所以它的速鍋是光速 都用光速來轉進 那回來我們上次講的題目 我們講了AM的頻道 在收音樂頻道裡面 AM的頻道 AM的頻道大概是 K赫子 AM的頻道大概是 M赫子 K是什麼 公尺 一千倍 公里 M公尺的話 KM公里 這是一千公尺的意思 K是一千 對不對 M是什麼 M是什麼 一百 一百什麼 公里 一百公里 一百萬 一百萬 K是一千嘛 M是它一千倍 幾個零 六個零 對不對 25 五百千 萬一十二百萬 所以這裡超過了 超過什麼 太超過了 所以 FM的通常在 M赫子的範圍 AM也是在K赫子上 所以我們已經知道它頻率了 我們已經知道它波數了 我上次要求 快點 再去 它的頻率 它的頻率 它的波長是多少 好 對不對 波長 好 我們說前三個有加點 目前只有兩個 只有兩個 找我 第一個是龍軒 第二個是秉圓 而且是提供的證據答案 秉圓不錯 好 那請願 第一個頻率 哪個不錯 第一個頻率的波 它的波長是多少 波長多少 一 多少 二 龍軒多少 三 你算多少 四 你們很吵耶 不是 不是 不是什麼 我還沒說嗎 好 一 要等你 好 你算多少 你看你算多少 它會不會差掉了吧 它沒有差掉 它算540 哇操耶 有筆記耶 好猛喔 3.3公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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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M是公尺 這個M是公尺 什麼意思 也就是說 第一個 AM的波長是540公尺 540公尺 540公尺有多長 夭壽喔 就等到等到等到 非常好 540公尺 好 13公尺多長 對 所以說為什麼 AM的 現在有缺點 AM的頻道剛出來的時候 因為我們那時候的基石層做AM的 AM的 頻率剛出來的時候 你的收音機常常說 欸 那你聽我 你就要再找位置 放這邊清楚清楚清楚 放這邊清楚清楚 放這邊清楚清楚清楚 你現在是拿時間 找WiFi去 拿回來 那是後面的 所以那時候的收音機會常常 為什麼 因為這波長太長 波長太長 當他進入建築物的時候 整個波就被阻擋 你想 這麼一個螳螂大物 房子這麼小 他進來去嗎 他可以進去 500多公尺 這麼長的波 要進去 每個房子的建構都這麼小 那波進不去啊 啊 波不容易進去的時候 怎麼樣 算錯 因為他是很爛 我不確定只有我算錯 你算錯 你是3x10的8次方間 除以這個吧 對不對 啊 這是不是5.55x10的 啊 天啊 沒有 我只把換成科學記號而已啊 喔 這邊是10的3次方嘛 所以兩塊變10的5次方嘛 所以5.55x10的5次方 那這3. 3.10的8次 除以5.55x10的5次方 所以得到這個結果 比如你也算這個結果吧 沒有錯 所以說是乘喔 哪個是乘 你說那個 F1乘以波數啊 怎麼會是4乘以波數 你的頻率要成 你的頻率要成 波長才等於波數啊 啊 所以他是除啊 所以你的波長等於 波數數於頻率啊 喔 我剛剛不是講 3乘以8 它除於 所以說波數 要在上面 好 我懂 OK 所以 M的頻率很容易造成干擾 它聽不清楚 因為 建築跟建築間的間隔很小 所以波進不去 所以當我們的基礎發展到可以做FM的時候 你看波就變得非常短 3公尺 唉唷 找 找 這哪個位置做吧 瓦 瓦 它的波長只有3公尺 3公尺 3公尺 很容易進到 建築物當中 很容易進到室內當中 所以FM的頻率 就不會 不太容易說 聽不清楚 一定要調整的 基本上聽得見 它沒有說收音機放哪裡 放哪裡 就聽不清楚 有時候 像FM的收音機 它有聽不清楚 你要放到窗戶旁邊 它可能聽得清楚 它聽得見 它不會被蓋 就是因為它過程太長了 那現在更強的是什麼 更強的是 WiFi WiFi WiFi的頻率多少 不知道 不知道 要是記得 我們常講2.4G 好 什麼是G WiRating World 好 那我先跟你講 什麼是G 台灣1000萬 容量 就是這個的1000倍啊 這邊10的6次刀嘛 到這邊就是 10的9次刀 那就變很短了 多短 阿 你不知道 不知道 大家就跟我講 不知道 不知道 各位算一下 應該拉 訪問 你會不會斷啊? 脖子蓋 我畫都會不會我畫嘛 我畫八個 所以 二 四 十個零啊 這個是十 九個零 十個九個零 那一點 二點四啊 二點四 二四 零零零零零零 二十個零嗎? 一點二五 那兩點 一點二五 一點二五是什麼? 二點四 所以10的9之方 等於什麼 1.25 應該說是1.25 1.25才是10的乎1之方 因為這邊是8 現在是9 所以8-9是乎1 所以是10的乎1之方 沒有錯嗎 也是0.125公尺 這單元是公尺 這單元是公尺 所以是什麼 是2.5公分 所以 Wi-Fi的頻率 它的波長大概是12.5公分 大概是這麼長 基本上在家裡面穿透 是沒有太過難的 沒有密碼 沒有什麼密碼 沒有錯 有時候需要密碼 但是它就很容易去收到訊號 它訊號不太容易被 被幫的那一步 什麼東西幹 但是有啦 你太厚的它穿不過去還是就穿不過去 它必須碰撞 不靠 那什麼叫碰撞呢 就是我們剛才講迴衣 記不記得迴衣 迴衣就是一個坡的反射 等一下 可是 假如你 全屋子只有這面牆穿不過去 那不是撞的東西都穿過去 那它怎麼會反彈 就是說假設 這邊有一個牆壁在這裡 那我有一個歪牌訊號在這裡 那我的訊號會 四面八方前進 好 我這邊裝的牆壁往那邊跑 我裝的牆壁往這邊跑 對不對 假設這邊還有牆壁 我這邊可能會過去啊 這邊穿透 所以我本來的強度 是這麼大的一個電磁波強度 到這邊只剩下這些 過來這邊 假設一個人在這邊要用電腦 我會用的只剩下這些 對不對 這些呢 裝到牆壁會怎麼樣 這個方向 會彈回來 會彈回去 都給它了 但是 它這邊就裝到牆壁 所以它這邊就先反彈 對 它這邊就傳不過去 好 那這邊可以過去的 好 它反彈出來這邊 所以你要看哪一個波 可以反彈到這個身上 它就可以收到訊號 所以當假設我這邊又有一個牆 假設這邊有柱子好了 它在柱子後面 相對來講 它被電磁波彈到的機率就降低了 對不對 所以相對訊號會比較長 所以有時候我在收手機訊號 你會發現說 我好像移動一個距離 好像就收不到訊號 我在換位置還能收不到訊號 為什麼 你剛好在死角 電磁波打不到你身上 打不到你身上 打不到你身上的時候 你就收不到電磁波 你沒辦法有訊號 在家裡也是一樣 像在家裡 我家的裝Wi-Fi 是我們加三層樓 那我試過 那外的線線線前進來 現在還是七層和三樓 這邊有那個積比台 就是基本的主機 我在把主機拉線線到二樓的這個地方 樓梯間 跟一樓跟二樓中間樓梯間 樓盤位置 這樣一樓 cam 好處是我在二樓就 我在1樓5Wi-Fi訊號 為什麼 因為它四面八方船對不對 四面八方船的時候 你可以看 它就可以這樣自己發射 那三樓呢 三樓有另外一台 那我可以用一樓的 一樓的二樓中間這一台可以一二樓用 它就到處都收的到 所以像在家裡面跟我說你找無線主機 就發現說好像說不清楚 你要試著換主機的位置 要換主機的位置 讓它的訊號可以反彈到你的身上 一般來講 是 可以叫我 沒有 一般來講這個主機啊 通常它的長度 它可以發射具體的長度 有效的長度可能大概是 100到150公尺 所以你要想說 假設我這樣子 譬如說我這樣子反彈 反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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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這個地方 已經150公尺的時候 這地方去它就不好 好 它是把所有的長度加起來 可以擺到100到100公尺 幼稚耶 什麼幼稚 為什麼 為什麼 OK 所以這是電視波的版色 也是一般的波的版色 這兩邊就是只有龍軒坑 我寫龍會不會故意 它有別的這種嗎 沒有 沒有什麼 有龍 好 然後 丙約 唉呦 快一個陣了 再快一個陣了 沒關係 好 這是 波的部分 我們很容易 因為上次講到勝破的時候 有一點點部分沒有講完 OK 趙聰你還好嗎 交往到底聽就 不要再聽到 就把後面這樣 好好講 好 這是 學習到 從波到 對 深波到方波 那你們學習單 目前交的同學很有限 只有少數幾個同學 我有交嗎 沒有 沒有 下禮拜 下禮拜啟動考 我知道 然後下禮拜 所有同學 要把這個交給我 不管你寫到哪裡 交給我 好 不管你寫到哪裡 交給我 因為其實 那就是啟動考 對嗎 那就是啟動考 不是不是 學習單會寫單 我這學期 希望說 把這個 學習單訂了一本給你們 因為上次的經驗是 金老師的同學就是散掉了 然後 也沒有還給我 你不是已經訂了嗎 所以我們在解釋一下 是這些差別 上學期我沒有訂的時候 所以很多同學 一張一張拿給我 甚至一張 我再發回去 那一張你就掉了 你就不管了 甚至有同學說 你拿給我幹什麼 我叫他幹嘛拿給我 因為拿給你 是因為你有寫錯 我請你訂正 那有些同學 如果你寫對的話 你才當作複習 可是很多人拿了 都丟掉了 都拿了 都不在乎 甚至有些同學是 完全沒有交給我的 這是你重人嗎 對對對 就完全沒有交給我 所以我就不知道你 到底學到怎麼樣 那根據我現在 目前觀察上課的答應 有些同學就是 好像還停留在 很前面的位置 那我會擔心 你真的不懂 那真的不懂 我們就可以要做補救 或是說 要怎麼樣去處理 那有些同學是 已經學好 當然很快就可以 繼續往上進擊 譬如說你可能 如果說速度 我上次也講過 如果你速度快一點 再正確率上完 正確率再做 而且正確率很高 也許這場就不用上 你就可以做個空檔 做自己的運用 那如果說你 你就是跟不上 那我們可以說 可能要把下速度 來去協助 那我們要找方法協助 那如果沒有時間 那就必須找下午的時間 可能要約下午的時間 來做補救 再來這樣 我希望說學習 你們應該要去思考說 國中階段的自然科學 如果學會的話 那是一個基本難題 再來你高中不想學就算了 可是你國中階段 把他學會了 因為他的計算比較少 數學需要的部分比較少 你都只有像這樣的計算而已 那我上次也提過 如果你連這樣的計算 都有困難的話 你再去思考是不是 你的數學 哪邊卡住了 你可能甚至要把國小數學再學 因為這只有國小的數學 甚至只有國小的數學 這沒有太高聲吧 這數學會很高聲 乖 這數學就只有國小數學 也就是你可能是國小數學 哪邊沒有學會了 所以你要回去 復興自己國小數學 然後再把他追回來 你不就發現追回來 你就永遠就卡住了 就永遠卡住了 那永遠會卡住之後 但是說 那我都不要學了 因為反正記得要學 你不要學 不是這樣的 你如果這樣的話 以後就只有學會一件事情 叫做放棄 你動不動遇到一個事情 我就放棄 反正我學會我就放棄 這個學會就放棄 那個學會就放棄 那放棄一段時間之後 就幾乎沒有什麼東西學會了 所以這可惜 你應該是說 你要去想 我學不會 我多花一點時間把他學會 學校這麼多老師 我去找老師把他問到會 這麼多同學都會了 我就問同學把他問到會 想盡辦法學會 我昨天看了一個 看了一個新聞 我覺得很有趣 他說他上課的時候 他在講那個 新華大學 有沒有 問同學 問同學問到會 你不會嗎 我會 我會 你也可以這樣 你也可以這樣 對 他在新華大學 他說他們上課的時候 那個數學 後面兩位 很大聲喔 沒有 他們還比你小聲 對 那個 新華大學的同學他們說 他們去上數學 第一天上課 老師說 那這個題目回去 你們用那個Mate Lab 我們做個3D的曲線 然後他們說 老師 我 什麼是Mate Lab 去圖書館查 那麼多書 自己想辦法 那是你的事 不是我的事 他就走了 對 那同學只好花三天 在圖書館 找一群同學 去把Mate Lab這個軟體 研究到會 才可以去檢討老師 給的作業 對 那 那這個事情 反正是你的事情 到這邊 那時候 老師這個數學我不會算 然後我要怎麼辦 我要重新回去加你的數學 那不是我的事 你們要去想辦法解決 所以 其實我們在講 自學團體 有個事很重要 是 要請各位想辦法 真的自己去想辦法 學會一些事情 要努力去學會一些事情 老師 教這些東西都是 都是工具 真正的目的不在教你學會自然 真正的目的 只是把自然當成一個目標 讓你去學會這個過程 當你自己去想辦法學會這個過程的時候 你就會學會更多事情 所以說那些有個同學說 我是不是只要學會一個東西就好 因為不是有句話叫做 一通百通嗎 有沒有聽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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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說一理通萬理通 就是說我學會一個道理 反正其他道理的自然就會懂 其實不是這樣 是我學會這個東西 我學會的這個過程 我就可以拿去用在別的地方 學會別的東西 一樣的是那個過程 你學會這東西的過程 不是學會這個知識 當然這個知識也很重要 因為你沒有把這知識 學會了 然後路沒有走通 你把這知識學會了 這條路走通了 你就可以把這條路走通的方法 用在別的地方去走通別的路 以後有一天 像譬如 徐浦很喜歡疊背 疊背越來越快 速度很快 他在學會的過程 他如果把它運用在學自然的話 應該是游樂游 非常輕鬆愉快的 可是那些只是放在他自己疊背的過程 他沒有把它移到自然科學上 所以自然科學好像學得卡卡 為什麼 因為他疊背一天可以花五個小時 自然科學一天只有花五分鐘 蛤 對不對 那怎麼學會呢 反正就是你要把那個 概念那個方法去運用 好啦 回來 老師 我都不會 都不會就要努力 你就要 反正那麼多參考出那麼多的 的 的 課本 不是理解的事情 我上次講過了 如果你要告訴我說 老師 我這個不會 我們就有辦法 有救 有要益啊 老師我都不會 那就是要 那我就不一樣 那如果可以告訴我 我這裡痛 我可以想到你去看這是什麼問題嗎 我很痛 那怎麼辦 我又不知道怎麼辦 你應該可以告訴我 我好像 如果你更清楚想說 我走路的時候 如果說這樣動的時候這樣會痛 可是這樣不會痛 醫生就更清楚那問題在哪裡 如果進醫院說 去刮的時候 跟刮到牆上 我很痛 那副師要把你掛在哪裡 可能要把你掛在牆上 可能要把你掛在牆上 不管掛在牆上 你如果說我心很痛 他可能就把你掛在心上可以 你心很痛 然後他就幫你找機 他就說我呼吸的時候 你這時候覺得這邊有點臭臭 你會覺得刺刺的 他可能要讓你掛在心上 他可以判斷 可是你不能告訴我 我都不懂 我就沒辦法處理 我都會懂 所以我上次講過 不能說看書看了 看書看一看說 啊我都看不懂 對 那就沒辦法處理 就是要說 一個字一個字我都看得懂 可是這一邊組合起來 這三個字我看不懂 那我講過 現在是網路實單 樓下有公共網路可以學習 用中央的時間 你譬如有些名詞 這個名字我實在看不懂 什麼叫反射 什麼叫慢反射 沒聽過 你就上網去查一下嘛 對不對 就上網查一下 查一下Wiki啊 查一下Google啊 去拜一下Google大神啊 一下就可能就知道什麼 而且我發覺 這張課本是後面都有放網址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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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錯啊 你看 這麼好用的東西 有時候因為我講過課本 我自己這樣覺得啦 各學科 這可能是我的偏見啦 因為我是自然科學老師嘛 所以我會說 中文英文數學是可以自學的課程 但是自然科學不小心 那間有個高中生的同學 誒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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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像 因為他覺得他自然科學怎麼樣讀都讀不會 我說 真的啦自然科學這樣靠自學很難 為什麼 因為自然科學 我的感覺上是 不是跟你的能力有關係 他是有時候需要一點點 能力有點頓悟 有點頓悟 你知道有人去修佛 修了二十年 修了一百年 修到快死掉他沒有頓悟 他還只會唸經 他還只會唸經 他沒有頓悟 那有的呢 可能唸了兩天 今天過去師傅打一個 砰 我懂了 很霸氣 好壞 你沒聽過當頭棒棒這個書 是不是啊 那個已經是被打爛了 當頭棒棒就是 那個 是劉主才 那是誰 他問師傅啊 講到的時候 他就過去 哭 他就懂了 他這邊叫他傻 他就 我在哪 不管我懂了 好啦 這個叫當頭棒棒 你需要一些 有時候需要一些提點或需要演示 需要演示的過程 然後去協助你去理解 所以他比較難從課本當中去學會 那有時候 有時候會有 也會有這樣的狀況 你這本看不懂 聽老師講你也聽不懂 你聽了三個老師講你也聽不懂 你看了四本的時候看不懂 有一天你跌倒一下就突然懂 哇 這有可能 你就突然一個懂 你跌倒會套如這層字 那就是 就突然你懂了那個 那個你過去不會的東西 因為 事實上你要想過去這些科學員家 都研究的時候 他們也很多事情上是不清楚的 他們甚至有科學員家 是在做夢的時候 夢見了 哦 起來趕快寫下來 他懂了 周期表 周期表怎麼出現的 當初周期表沒有出現之前 科學員家都搞不清楚 為什麼這些元素一直有這些關係 那孟德烈夫他有一天在睡覺的時候 他有學鋼琴 他有學音樂 他突然發現說 這個好像有周期 就跟 抖的米花刷牙刷 抖的米花刷牙刷 是有周期的感覺 是一樣的 他在睡夢中 夢見這件事情 他起來得到這個靈感 把它做成 把它重新整理 整理的 我們現在用了周期表 你看這不是我們怒物嗎 你如果沒有去做這個怒物 你有沒有知道這個東西 那你為什麼不讓我們睡覺 他是晚上睡覺 他是晚上睡覺 我晚上會讓你睡覺 我晚上會讓你睡覺 你也敲我們 你敲一下 我跟妳講 你敲一下要懂了 好 你等下過來敲你兩下 所以我們鼓勵的是 同學們回家晚上睡覺 不是鼓勵你們百年睡覺 知道嗎 我們都鼓勵晚上回去睡覺 可是很多人晚上不睡覺 對吧 那你就不會做夢 你沒辦法想到 好不好 然後還有 我們不能敲兩下 翔哥哥按再按了兩次 會被動 對 會 reset 掉 對不對 我們能按一次而已 好 那個 如果下次沒有讀懂的話 就每天中午 不然就敲幾下就好 說明就讀懂了 好不好 不會說 你先給我幫我敲一下 你說那隔天 超第二下 他還是會被收回來 那我們適合不斷地敲 所以你們那些敲懂的 敲到浪跡 敲到浪跡 敲到浪跡也來是一種覺醒 今天敲太大了 你應該要敲小力一點 你應該要開工做管理層次把它停止回應 所以我們剛剛講到一個反射是這樣 假設這是一個面 你們看都看過這個事情 我這邊假設有個波進來 你的腦袋停止回應 這個波會我們給你反射 直接從下去 對 改變上是會廣 這一邊對不對 不錯 或是這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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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假設這是A B C D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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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裡 E在後面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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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這邊有石頭 他有人回去吧 假設我舉個例好了 假設我先拿個鏡子 我想把光打進來 我想把光反射到衣的地方 我應該要拿這個角度 還要拿這個角度 我的石頭的角度 龍泉你先來拿來看 這是個鏡子 你想把綠色的光反射到衣的地方 我昨天都用手錶照太陽光去散在眼前 龍泉你先來拿這個角度 把它固定在這裡 我們現在畫一條線 我把這條線畫出來之後 你們看到什麼事情 兩邊的角度是一樣 對 兩邊角度是一樣 這邊角度跟這邊角度 越來越相同 真正來講是要一樣 當是一樣的話這就是正常反射的方向 這叫反射定律 反射定律我們要再定一個 這個角度會畫一條線 這條線跟這個面是垂直的話 這叫做法線 這叫做法跟 法線 然後呢 這個角叫做入射角 入射 這一角叫反射角 反射定律的意思就是 入射角 內射 反射角 好 好 就這麼簡單 你注射角 你反射角 這個符合法 符合反射定律 所以我們都有這樣的經驗嘛 生活經驗 我給我拿個鏡子 太陽光線來 我照到那個羽龍的眼睛 我一定要調這個角度 我不會拿這個角度 我拿這個角度照到誰 自己 當然照自己的眼睛啊 對 我從那邊過來 打到自己的眼睛嘛 對不對 你一定會把它調過去 用這個方向去照 等於就可以照到羽龍的眼睛 所以羽龍就不會再繼續睡覺了 太淡了 那羽龍今天都沒有睡覺非常好 嗯 OK 所以這是入射角的 假設假設 所以我看一下 假設 假設 假設我這邊有一個 平面的東西 它長成這樣的 長得亂七 它長得非常光滑 超光滑 超光滑 超級光滑 我知道 所有的 有一個人在這邊 滑倒 沒有滑倒 超級光滑 它所有的光滑 往這邊投射 都會往這邊反彈 哇好亮喔 它所有的光滑 都會往這邊反彈 欸 它是不是光滑 不然怎麼會那麼亮 好 它都會往這邊反彈 這時候呢 我們就只看到一個人 這條線 或者頭的線 頭的光到這邊 反正到這邊 頭就會 頭就會下面 線都歪歪歪的 頂分身 好 你從這邊看 然後就覺得 你看到一個人是倒的 就叫倒影嘛 先倒 你看到一座山的時候 山在水面的倒影 是不是山是倒的 對不對 這也是一樣 你會感覺到這個人是倒的 那你看到這時候 非常光滑的一個面 這叫做全反射 全反射的意思是說 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這個反射的物體的真正的樣子 它是反射的很乾淨 很清楚 譬如你要回頭看後面的鏡子 玻璃 你這個玻璃可以引 你會看到 它反射到那個 窗戶的格子 的樣子 那就是個全反射 它可以反射到 那如果都還看不清楚 我就只要拿鏡子 有人說看不清楚嗎 你看好像有人有 以我的表情啊 事實上我們在前面 你現在整頭看到我 沒有帥呆 今天我們在前面上課 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不是只有上課 我一直在觀察每個人的表情 我現在聽到這邊是 我就知道說 我聽懂了 沒有 如果沒有聽懂 那隨時再回去再講一遍 會不會有些人 根本就不理你 他就只吃東西 對不對 你也知道他沒在上課 所以我們在前面上課 就是要觀察 到底底下同學怎麼了 很需要的話 下課再找來抬一抬 好了 這是一個鏡子 所以你可以從鏡子當中 看到自己 對不對 我看不到 你太快了 剛剛經過你的時候 沒看到嗎 沒有 你太快了 真的沒有 沒有 自己試一下 來 好 你可以從鏡子當中看到自己 對 如果看不到自己的時候 我只看到螺絲衣服 不然你可以從鏡子看到別的也沒關係 我只看到螺絲衣服 你可以從鏡子看到別的也沒關係 我只看到螺絲衣服 你可以從鏡子看到別的東西 你可以從鏡子看到別的東西 再往上 再往上一點 你可以從鏡子裡面看到別的東西 歪了 轉回來 你看 你看 是不是要做帥的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我看到螺絲衣服 很方便 好啦 所以我們從鏡子裡面可以看到另外一個東西 對不對 而且很清楚 清楚呢 就是全版色 好 現在拿另外一個鏡子 請各位同學看一下 看到自己 哈哈 我怎麼變這樣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我怎麼變這樣 我看到我的臉了 爛了 騙舞嗎 如果說 如果說 你的這個面 會凹出了 你的東西會亂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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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東西啊 你會亂反射的情況之下 你會亂反射的情況之下 這個軟在這邊 他的眼睛 就看不清楚這個東西 唉唷 看不清楚的時候 這叫什麼 慢大射 這叫特別的鏡子 慢大射 慢大射 或者叫亂反射 亂反射 亂反射這我自己講的 我自己講的 根本上那是慢反射 但是就是專門反射 你看 你光不斷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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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光沒有很正常的反射啊 對不對 我們看了大家 顏色不就代表有反射嗎 那是另外一個故事 我們要來講一個故事 好不好 那甚至我可以這樣 如果你沒看到 那我們可以用這樣子 好 這是一個鏡子 你可以看到自己嗎 可以啊 我看到了 聰明的人都看得到 這太神奇了 所以你看到了嗎 我沒有看到 好笨啊 洗洗睡吧 相信他所說的都蠻聰明的 這樣滿意嗎 滿意 謝謝 所以說 這是慢反射跟全反射的差別 就是你的反射的光線 會不會很均勻的 通過慢不上的 反射要對於能不能做一個的話 就是那個全反射 那全反射呢 我們可以基本上說 這是一個 符合叫做 反射定律 我們來做個簡單實驗 不要 不要什麼 目標是 哇 連色皮 對對對 不要亂照人家的眼睛 沒有沒有 這真的會蝦 對對對 這個太恐怖了 那個照相不會蝦 成功都照過我 哇 你看到線嗎 沒有耶 有 假設這是我們的線 兩個電 這是反射的線 我沒看到 這是錄色的線 唉唷 沒有 沒看到喔 電話版 電話版啦 聰明的人都看不到 欸 欸 聰明的人都看到嗎 聰明的人都看到嗎 嗯 好 你剛好這邊有一點點粉末 有沒有看到線 沒有 有看到線 沒有 有 沒有 應該不是照相 但他照這個去 沒有看到線 我聽到鐘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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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聽到鐘... 好 下歌啦 蛤 不要啦 我們可以繼續討論 好 好 我們繼續上課 不要繼續上課 來 去 可以繼續上課 OK啊 好 繼續 要全部同意 全部同意嗎 全部同意 好 全部同意 開始 有人反對阿 我們要尊重他個人權益 所以就不能上課 那你不要上課 拜拜 也是啦 要尊重個人權益 我們要繼續看那個綠色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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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